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穿着锻炼服 休闲服 失重防护服等多种服装 不同服装用途不同 随时刻意更换 考虑到多种作业环境下的足底形态变化 以及舱内的微重力状态 以及飞船载人的重量要求 舱内用鞋采用了柔软 轻便 环保 且富有弹性的材料 保证了航天员在飞船舱内 及空间站失重环境下 进行活动时脚步的舒适和安全 作为神13城组中唯一的宇航天员 王亚平在接手采访时也曾透露航天员的服装安排 王亚平表示 科技团队已经按照周期为航天员准备了衣服 这些衣服穿过后会直接处理掉 因为在太空中是洗不了衣服的 10月16日 神州13号飞船上天 经过快速交汇对接 与天鹤核心舱及天州2号 天州3号过影飞船 构成四舱组合体 神13航天员乘组在雨期间 要进行2至3次出舱活动 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舰及悬挂装置 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做准备